大家好 欢迎回到《活在五点》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由于现代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 尤其是整天坐在这个办公室里的白领和公务员 这个颈椎病的患者是日益增多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跟在家来聊一聊 颈椎病的治疗和预防的这些事 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安省注册的中医师 针灸师 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王波医师 欢迎王老师 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的王波 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个访谈节目 也非常高兴给大家谈一谈颈椎病的相关问题 欢迎您 王医师 好 谢谢 好 那么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颈椎病 刚刚我也有说到颈椎病的发病率是日益的增长 同时由于现在年轻人 尤其是经常低头看手机 坐地铁 然后在家里面也是低着头弯着腰 对 所以导致颈椎病的发病率 是呈现了一个越来越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对 是的 对 世界卫生组织它有个统计 随着我们手机进入和电脑进入 我们发病率现在到中老年到达70% 年轻人的发病率也像雨后春群 也是慢慢越来越多 这都与大家低头有关系 那么颈椎病的发病的基礼是什么 仅仅是因为低头吗 对 基头是一个因素 那么颈椎病 什么是颈椎病呢 颈椎病实际上就是颈部的骨骼 软骨 软组织 它的一些骨骼的推行性变 一些脑损 包括年龄增加肌肉的骨骼的骨质增增 长期的低头弯腰性的肌肉软组织的这种脑损 压迫周围的血管 神经脊髓和神经根 所引起的颈部的一系列的症状 我们成为颈椎病 实际上它是颈椎的一个综合症 OK 那么您刚刚也说到引起的一系列的症状 所以这个颈椎病它的症状有哪一些呢 对 它的颈椎病的症状根据颈椎病不同的分型 我们给它分五型 第一呢 我们会用神经根型 就是骨质增生或者是肌肉的脑损压迫到神经根 引起了一系列症状 比如说可以手臂呢 有牵牙疼痛 手臂麻木 第二呢 分为脊髓型 就是我们的颈椎的这个椎间盘突出 压迫脊髓 引起了一系列的压迫症状 它严重的可以导致大小变失禁 包括那个星空的下降 然后呢 还有甚至影响呼吸 最后甚至呢 因为颈椎病导致生命的危险 那么第二 第三型呢 是压迫了胶感神经 那么胶感神经会有些症状 比如说是有的耳鸣 严重的失眠 甚至呢 胸闷 很多人会误诊的 因为它是这个耳朵的疾病或者心脏的疾病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叫这个椎动脉型 就是这个增生的压迫了这个血管 颈椎的一个积极动脉血管 压迫血管以后 会引起经常头晕 眼花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叫颈形 或者是颈部其他的 叫综合形的一个疾病 那么颈部经常这儿痛 那儿痛 引起了一个症状 基本上就奉用五行 那么它引起的症状非常多 我们常见的颈部不顺 手臂麻木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是我颈椎病 那么很多时候呢 我们认为它是见周炎 甚至呢 我们回到的时候 耳鸣 恶心呕吐 胸闷 严重的失眠 记忆力下降 这都可能是颈椎病的症状 OK 所以这个我们其实是 还是应该去看这个专业的 这个医生啊 然后通过这个医生的诊断 然后判断说 到底是哪一种型的颈椎病 是 是 那么颈椎病 这个既然分这么多型 它的这个治疗的方法 是不是一定也是非常繁多的 是的 所以说在这个 在咱们这个加拿大呢 如果你有这些症状 我首先一个建议是 看你的家庭医生 让把你的症状告诉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帮你联系 专科医生 骨科的专科医生 那么可以做一些颈椎的 X线扫描或者CT 其他的检查 那么他西医可以采取 比如说颈部的牵引 那么可以吃一些自通的药 那么可以进行一些 就是麻烧剂 或者物理治疗 那么在这儿呢 我是因为我是中医 那么我来给大家谈一谈 中医的治疗方法 因为中医在中国远远流畅 它治疗的方法比较多 那么其中呢 大家就知道 一个是可以口服汤药 就是我们熬中药 在广东人说凉茶 中药汤药 那么大家知道中医 为什么它会发病 是中医认为人的肝肾不足 就肾气下降 那么它这个 我们可以给它调解 这个内部的这个内环境 帮助它收通血管 帮助它改变机器的一些症状 那么第二呢 我们可以采取针灸 针灸可以来进行 一些经络的一些刺激 第三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采取挨揪 对吧 挨揪的治疗 挨揪的治疗 这种治疗方法是最简单和有效的呢 那么呢 在这呢 实际上我大家的这种治疗方法呢 我建议大家都是要看专业的医生 不要在家轻易对症下药 那么我这呢 教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手上呢 有几个穴位 对 那么按这个穴位按到底呢 我们就是可以叫颈椎 那么第二个穴位呢 按到底呢 这个是从哪里 对 就从这个手推到底 手关节 手关节就推到这个底 推不动了 这有个穴位 如果就是颈椎病或者颈部不适的时候 我们可以按这个穴位 那么颈部它就会缓解 那么下来是胸椎 再下来这儿是腰椎 对 腰椎 可以这样的很简单的一个治疗方法 手部的穴位是连通着 对 都可以的 经络是连通的 对 所以说这个感到不适的话 其实自己也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是的 就是按这个指关节 对 最靠下的 对 对 这个推到底 推到底 这一个关节 有时候按这个关节以后 你会觉得很痠痛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按的比较深一点 你会觉得颈部很发热 发热 会有关 就是说有效果 对 就是说有效果 是的 这是一个就是自治的一个方法 短暂治愈颈椎病的一个方法 对 对 好 那么就是说到这个治愈 就是说这个我们其实不希望就说这个我们的这个颈椎病一个发生 那么我们就是要预防它 对 对 那么现在我们就说说怎么来预防这个颈椎病 颈椎病呢 这个是比较难治愈的一个疾病 特别是中老年人 如果他有这个骨质增生啊 或者是人带的这个特性性变 骨质的特性性变 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治疗 往往只是缓解 那么作为我们这个年轻人 现在发病论有点增高 是 年轻人如何预防呢 第一要做的就是减少低头 保持一个正确的座位 包括我们在看电脑打字的时候 写文件的时候 一个正确的座位 第二呢 就是正确的座位 座位 对 正确的座位就是我们经常要坐在这 要头要勤起来 不要脖子这样伸长 或者是趴在这 这个地方 对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我们呢 这个经常我们坐车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年轻人 现在看手机 对 一直低头 我们叫低头一走 这样子很容易引起颈椎病 就是这就是预防的第一条 第二条呢 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 就是睡眠的一个姿势 睡眠的 或者生活姿势 比如说是枕头的高低 对吧 枕头的高低 然后呢 这个 这个要进行调整 不要枕头过高 或者过低 这都不好 那怎么样算是一个合适 那么呢 枕头的高低就是 如果我们平卧的时候 一个是枕头要震的这个 震的这个肩颈部 震的这个地方 肩颈部 不要震到脑袋上 或者让人震头脑袋上 睡觉的时候脑袋是个这个样子 那就不对了 对 脑袋是 对了 要脑袋要往后一点 对吧 第二呢 如果侧额位 枕头欲尖 基本上是平的 所以是这样要求呢 一般要求床上 有两个枕头 一个高一点 一个低一点 对呀 侧额位高一点 平额位低一点 对吧 那这个睡觉还得换枕 那是 是的 这样的 那么还就是一个 生活的一个方式 第三呢 我们要注意不要受凉 不要受寒 特别在加拿大 我们有的女孩子 或者很爱美 那么的话 她经常把脖子 露在外面 对 甚至呢 还有一个提腰的 这个衣服 对 那也很流行中 一字 对对对 这样的话 会举不受凉受寒 它也会引起 这个颈椎的病 对 第四呢 就是我们要学会 一个自我保健 那么如果她这个 肩颈部 或者不舒服 要学会一些自我的 这个就是一些康复 或者自我的一些保健活动 那么在这儿呢 我可以给大家 教大家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 颈椎的预防性的 一个操 那么她预防的方式 方法很多 我们经常 大家会看到 有拍肩的 拍肩的 对吧 还有一些 做太极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 那么我这儿教大家 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预防颈椎病的 一个操 我们叫米字操 米字操 对 米字操的在家里 就可以做 在家里就可以做 在家里呢 首先得做好 也做得像您一样 一个散发上 那电视机前的朋友 不妨呢 跟我们一起 来学一些 对 那么呢 如果是老年人 中老年人 最好三方上 有个扶手 对 一个扶手 对 一个扶手做好呢 首先呢 头向前看 目视 我们第一个动作 叫左顾右盼 左顾右盼 就是头向正前看 然后慢慢地 向左看 看到底 然后再慢慢地 反回来 再向右转 就是头部运动 看到底 头部运动 对 不要肩膀运动 头部运动 对 向左看 慢慢地反回来 再向右看 慢慢地反回来 来回十次 左顾右盼 对 第二个呢 是头部的前行后驱 那前面呢 往下挺 挺着这个 低头 下这个 靠近这个胸骨 后面呢 往后仰 对吧 也是头部动 也是动头 不动肩 向右往前行 然后放平 再往后仰 对 这是 米字超大米的米 对 现在已经是十字了 对 十字了 第三步要做的 叫回头望月 每一步还有名称 对 回头望月 这个很好的 或者是 左看右下 就是回头望月 那就是头往上看 月亮在上面 对 看月亮 这个食物的月亮 往上看 对 往上看 然后呢 再往左下上看 右下放开 再往这边看 对 再头 然后再往这边看 对 左上方看 这样就是画一个名字 对 再往下面看 对 这也是反复十字 我们要做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个动作 我们经常会看到 会大家教一个 非常一个动作 就是 环土的一个动作 环土的这个动作 一定忌讳 不能去做 特别是老年人 是吗 对 那么还有一个 大家在做这个时候呢 去环土这个动作 切记 不要出去做它 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导致 颈椎的滑脱 或者是严重的损伤 除非你是从小练过 这个一斤筋啊 练过很多的功夫 没有的话 建议大家不要去做 建议老年人 对 重的老年人都不要去做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们在练的时候呢 要就是 争取一下医生的意见 还有一个呢 如果觉得不舒服 即使要打电话 给你的家庭医生 不要发生险害意外 好的 那么今天呢 这个我们非常感谢 王医师呢 给我们大家带来 这个颈椎病的治疗和预防 并且呢 教给大家一套 这个非常好用的 这个头部的米自操 用来预防这个颈椎病 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 好的 那我们今天活在五点的 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就是这些内容了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好 观众再见